家里物流公布截至2021年6月30日至6个月之业绩 上半年家里物流收入按年增加68%至367亿元 股东应占益力为33.80亿港元 按年增长215% 核心经营益力增加70%至25.36亿港元 每股盈利1.87元 拟派中期息每股0.21亿元 按年增9成 当被问及运费上升幅度 公司管理层说 运费的升幅决定于航空公司 空运运费一路在上升 全公司的运费也是向上 很难预计上升幅度 管理层又说 公司业务增长有运费上升的关系 全球运力因为疫情产生很大影响 令整个货运在很多关节产生阻塞和停摆 会尽力帮助客户的货物到达目的地 他续说 今年全年我们相信业务的主要增长点都维持在中国的出口 去到美洲 欧洲和大洋洲 目前在中国已经生产的货物 等待运输的量非常之大 相信到年底都不一定能处理完 至于下半年展望 公司表示 全球原材料 零件 设备以及涵盖空运 海运 陆路及铁路货运的运输成本 在2021年大幅上升 对近出口商均带来沉重负担 堵塞和延屋情况 预计在2021年下半年难以改善 在疫情期间 网商购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预期本集团的电子商贸业务将持续增长